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 欢迎来到我的萌新生存第72期 这期鱼豆姐姐又要去一次萌眼星啦 哎 没有办法 上次去太空的时候 居然一个氧气锅都没有带回来 看看我这真木墙 还做得太大卡机的 说普通话 我的木墙都不完整啦 连木头都没带够 所以鱼豆姐姐要去收集一下氧气锅咯 下次鱼豆姐姐就带一背包的氧气锅 省得到处找了 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 这回这位一定要把氧气锅带回来 现在我就带上了食物和工具 对了对了 还要带上我的龙骨弓 鱼豆姐姐要试一下这个新武器的威力 有了龙骨弓 我看谁敢欺负我 哦耶 成功着陆 猛野心 我又回来了 哎 等一下 现在 没错 就是现在 小伙伴们都睁开眼睛看好了哟 看鱼豆姐姐给你们来一个收集氧气锅的新方式 一 二 三 我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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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看到没 这就是龙骨弓的威力啊 真的是龙骨在手 天下威力 我就看这些小怪物 还谁敢招惹我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有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可以趁着我收集氧气壹的时候来偷袭我呢 呃 居然就要对一个温柔美丽善良漂亮大方的小姐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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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吧 以为有了龙骨弓吗 鱼豆姐姐就可以撑满猛野心 但是这群小萌物也太欺负人了吧 就这么一会儿 鱼豆姐姐的星星已经被打没好几个了 这群萌眼星怪物也太可怕了吧 一群长相这么萌的小可爱 脾气居然如此暴躁 那是追着鱼豆姐姐满萌眼星的跑啊 好了好了 鱼豆姐姐不招惹你们就是了 还是赶紧收集氧气果和珍木吧 现在鱼豆姐姐已经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氧气果了 但是让我吃的就成八个了 哎呀这氧气果也太难收集了吧 小伙伴们你们在太空中都是怎么获得氧气的呀 现在呢我就要回家了 把缺少的无叶蒸木给补上 然后把氧气果合成种子 把它们种在无叶蒸木上 然后就可以等待氧气果的成熟了 下次去太空 鱼豆姐姐就会有一杯包的氧气果 就再也不怕吃氧了 好了小伙伴们 你们在太空中都是怎么获得氧气的呢 快快留言告诉我呀 萌新生存力险技 喜欢的小伙伴要记得爱我三连哟 关注评论者方法爱你么么哒